早上好 我是敏和 欢迎收看今天1月19号的百歌城报 还记得闹得满城风雨的未来世界首富张健吗 去年6月他已经在泰国获释后打算东山再起 收复他在入狱前的江山 不过半年多之后 竟然传出他要封杀他的得力助手赖彩云 中国报头版新闻就报道了 在云树茂内部的手机群组 一周前出现了张健署名的声明 指控赖彩云不愿交还业务 还想自己当老大成立满星云集团 并且替报赖彩云跟云树茂会员的金钱纠纷 发出封杀令要跟赖彩云决裂 在记者结稿之前 赖彩云没有对外发表任何声明 另外来看今年医学系 药剂系 以及牙医系的毕业生 没有那么容易取得在政府机构的长期性职位了 根据新报头版新闻就报道 像是医学系毕业生 除了要在政府机构建席三年以外 也强制性要服务两年之后 再按照个人的表现 才会获得政府机构提供的长期性职位 这是因为受到2017年预算案的影响 至于前天喊停MH370随下搜索行动之后 交通部副部长阿杜阿兹向新海峡时报透露 欢迎私人公司继续展开搜索行动 但是费用要自我承担 除非找到MH370机身 那么就会获得由大马 澳洲以及中国所给予的报酬 接着来跟进1NDB案件的最新进展 随着瑞士安晴银行新加坡分行前经理 斯图尔森·艾格认罪之后 不仅揭发了大马年轻富商刘特佐 化名陈金龙来掩饰身份 处理银行汇款 如今更传出一名一马范人公司的前职员 卢爱玄也涉及处理这些资金转账 根据财经杂志DH的报道 新加坡总检察署起诉 斯图尔森·艾格的案情书记录 斯图尔森·艾格在跟刘特佐通电话的时候 谈到要把卢爱玄纳入成为刘特佐 在安晴银行数个账户的授权签批人 卢爱玄曾经担任一马范人公司的法律顾问 以及集团策略执行董事 在美国司法部去年7月的充公诉状行动当中 点名的三号一马官员 也曾经担任一马范人公司的法律顾问 以及集团策略执行董事的职位 就这项细节 跟卢爱玄当时的职位是符合的 新加坡在调查一马范人公司的案件中 不断有突破性的进展 反观我们大马的贸工部长穆斯达法 却在昨天表示 大马必须跳脱一马公司 并且乐观地相信案件终将会过去 这样的说法跟师承严打洗钱贪污的作风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26对共乘摩托车的穆斯利男女 在上个星期被登加楼宗教局逮捕 事件引起外界的反弹 昨天更传出登加楼州的 伊斯兰及马来风俗理事会 考虑把执法的范围 扩大到其他交通工具 也就是将禁止男女共骑 扩展到男女共车 不过这项建议事后 遭到登州的伊礼会否认 该理事会专员 望莫哈莫望伊布拉辛向星周日报透露 这项课题并不存在 并且强调该理事会只是针对男女共骑 摩托车展开检举执法行动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